杜鹃花出现这种情况 我们该怎么处理呢 因为很多花有刚买回来的杜鹃花 把握不好 所以就出现了这种情况 花开不出来 叶片掉的差不多 这种情况就是由于烂根导致的 所以我们首先要做的就是处理烂根 先把这个枯枝枯叶给它剪干净 还有这些花苞也给它剪了 因为这些花苞也是开不出来的 所以这个时候不要保留这些花苞 这种枯枝一定要给它剪掉 所有的花苞给它剪完 好了 给它剪完花苞之后 接下来就是把这个土给它去掉一部分 看到没有 这些很多都是烂根的 因为这个土它的保水性太好 我们买回来之后它没有适应新的环境 尤其是有一些花友买回来之后 急着给它浇水 急着给它施肥 就出现这种情况了 我们先把表层的这个烂根给它去掉一部分 还有这一层土给它去掉一部分 把这些烂根也给它剪了 接下来我们重新用新的土给它上盘 最好选这种透气性比较好的花盘 然后把它种进来就可以了 将它种好之后 最重要的一步就是给它用杀菌药来浇定根水 而且我们最好是用这种恶眉林防烂根的恶眉林来浇灌 因为这个时候它有一部分已经是烂根了 所以说用这个恶眉林浇灌下去之后 它的根系就会有效的控制 不会继续烂根 最好是连续给它用三次 每次干透焦透 这样很快它就会慢慢的恢复 根系不再腐烂 接下来这段时间一定要把它放到通风散光处的地方来养护 不要给它晒太阳 也不要给它施肥 也不要给它过度的浇水 当这个土壤干透之后 用这个恶眉林来连续给它用两三次 这样的话 等到它恢复生长 新根长出来了 我们再给它用一点注尽生根的肥料 这样就可以恢复了 好了 这期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一期再见